今天要跟你們聊的是 如何挑選隱形眼鏡 還有分享我最近愛用的幾款隱形眼鏡 首先呢就是 市面上有這麼多不同畫色 不同款式的隱形眼鏡 真的是琳瑯滿目的 我們該如何挑選呢 第一 最需要重視的當然就是 安全問題囉 因為隱形眼鏡是這麼貼近我們的眼珠 如果萬一有任何的 褪色啊或者上色 它品質的問題影響了我們的健康 這是非常不值得的愛美也是要顧健康 所以一定要挑選大品牌的隱形眼鏡 不要買來路不明的喔 然後接著呢在配戴的時候 舒適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因為我們的度數不同 眼球的弧度不同所以今天 我覺得舒服的隱形眼鏡也不見得適合你 你覺得舒服的可能也不見得適合我 最好的方式還是要自己親自 試戴過比較準 然後像我呢一般用一款新的隱形眼鏡 的話我會在家裡可能試戴個 兩三個小時覺得 欸真的還蠻舒服蠻水潤的我才會出門 不然如果你出門的時候 發現隱形眼鏡不舒服怎麼辦 你就拿下來嗎 拿下來之後可能就看不見了 這是還蠻不愉快的經驗 所以最好是在家裡要試戴過 好然後挑選隱形眼鏡的 花色跟款式有沒有什麼Peple 因為這麼多的款式 我怎麼知道哪一款戴起來好不好看 適不適合我呢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的主觀 就是你喜歡就喜歡啦 好啦我可以分享一些我購買了 這麼多隱形眼鏡 什麼樣的款式戴起來會比較好看的一個 小Peple的經驗分享 首先呢我會簡單的把它們 分那在單彩跟多彩 單彩呢就是像這一種 或者是這一種 就是很明顯看得出它只有一種顏色的隱形眼鏡 通常日拋比較多會是單彩的 它戴起來呢比較自然 可是如果說你選擇的放大直徑太大 就會變成死黑 眼睛整個看起來像黑洞一樣 那樣被外星人的宇宙吸走一樣 非常的恐怖沒有眼白 這樣是一件非常醜的事情 而且眼睛沒有靈魂沒有生命 我不建議單彩的隱形眼鏡 佩戴的放大直徑超過14.2 真的14.2以內的還算自然 但是如果可以 我建議最好是在14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14戴起來真的是最自然 像我之前就是拍戲啊 或者是拍廣告的時候 我會佩戴這一款 就是蒂康的日拋 它的放大直徑就是14 戴起來真的是很自然 就冰淇淋自然的眼珠再更有神 更放大漂亮的一點點 可是不會覺得你的眼睛假假的 好另外一款我淡妝也會戴的呢 就是我非常常介紹的 就是金碩的日拋煙花粥 它是雙彩的 就是有兩種顏色 可是我覺得它戴起來也是非常自然 它放大直徑是14.2 它戴起來呢就是有一種自然深邃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給淡妝的話呢可以去佩戴 就是放大直徑在14.2以內的 像這一款呢 GEO的四彩隱形眼鏡也是我最近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是放射的一個四彩 所以還是蠻自然的 然後顏色很繽紛 會讓你的眼睛好像變得更繽紛更可愛 還蠻推薦的 它的放大直徑呢是14.5 所以戴起來呢會稍微有一點點比較大 看起來會更迷蒙更無辜 還蠻好看的 如果喜歡花俏的隱形眼鏡的話呢 你也可以參考HELLO KITTY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一整個三粒歐系列的 所以呢它不只有HELLO KITTY 也有美樂滴跟雙子星 它的放大直徑是14.2 所以在此還算是自然 就是你近看的時候才會發現 咦~~ 你的隱形眼鏡裡面有KITTY還有蝴蝶結 我剛剛有說嘛 就是一般自然的妝容的話呢 我可能會選擇放大直徑在14.2以內的 然後比較特殊有妝感的話呢 可能就會是放大直徑14.2左右 或者是更大於14.2 但是呢也是有例外的情況 因為呢畢竟有一些彩色隱形眼鏡 它的放大直徑沒有這麼大 但是戴起來的感覺還是會覺得 欸~~蠻突兀的 它可能也不適合這麼自然的妝感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是太有顏色的 彩色隱形眼鏡了 像這一款 它放大直徑只有13.8 像這一款是金碩跟JEN穿實話合作的 它的包裝都非常的漂亮 然後可是呢 它的隱形眼鏡的顏色都太淡了一點點 所以戴起來很迷蒙 然後放大直徑雖然有14.2 可是我覺得它也是偏向自然的妝感 就是它雖然是彩色隱形眼鏡 可是還是很自然 因為它太淡了一點點 所以自然妝也可以參考 如果你很喜歡那種看起來很繽紛碎碎的 有混血兒感覺的眼妝的隱形眼鏡的話呢 我推薦可以選擇這一款 就是海昌的星眸系列 它的包裝長這樣 然後呢 它戴起來的感覺放大效果還不錯 它是有14.2的放大直徑 然後另外還有這一款 Kira Kira的 它真的戴起來好好看喔 它的銀色然後還有棕色 戴起來都非常的好看 HELLO 我是沛愛莉 今天要跟你們聊的是 如何挑選隱形眼鏡 還有分享我最近愛用的幾款隱形眼鏡 首先呢就是市面上 有這麼多不同花色不同款式的隱形眼鏡 真的是琳琅滿目的 我們該如何挑選呢 第一最需要重視的當然就是安全問題 因為隱形眼鏡是這麼貼近我們的眼珠 如果萬一有任何的褪色啊 或者是它品質的問題影響了我們的健康 當然是非常不值得的愛美也是要顧健康 所以一定要挑選大品牌的隱形眼鏡 不要買來路不明的喔 然後接著呢在配戴的時候 舒適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因為我們的度數不同 眼球的弧度不同 所以今天我覺得舒服的隱形眼鏡也不見得適合你 你覺得舒服的可能也不見得適合我 最好的方式還是要自己親自試戴過比較準 然後像我呢一般用一款新的隱形眼鏡的話 我會在家裡可能試戴個兩三個小時 覺得欸真的還蠻舒服蠻水潤的我才會出門 不然如果你出門的時候發現隱形眼鏡不舒服怎麼辦 你就拿下來嗎 拿下來之後可能就看不見了 這實在還蠻不愉快的經驗 所以最好是在家裡要試戴過 好然後挑選隱形眼鏡的花色跟款式 有沒有什麼撇步啊 因為這麼多的款式 我怎麼知道哪一款戴起來好不好看 適不適合我呢 嘿嘿嘿嘿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的主觀 就是你喜歡就喜歡啦 好啦 我可以分享一些我購買了這麼多隱形眼鏡 什麼樣的款式戴起來會比較好看的一個 小撇步的經驗分享 首先呢 我會簡單的把它們分那在單彩跟多彩 單彩呢就是像這一種 或者是這一種 就是很明顯看得出它只有一種顏色的隱形眼鏡 通常日拋比較多會是單彩的 它戴起來呢 比較自然 可是如果說你選擇的放大直徑太大 就會變成死黑 眼睛整個看起來像黑洞一樣 像是被外星人宇宙吸走一樣 非常的恐怖 沒有眼白 這樣是一件非常醜的事情 而且眼睛沒有靈魂沒有生命 我不建議單彩的隱形眼鏡 配戴的放大直徑超過14.2 真的 14.2以內的還算自然 但是如果可以 我建議最好是在14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14戴起來真的是最自然 像我之前就是拍戲啊 或者是拍廣告的時候 我會配戴這一款 就是蒂康的日拋 它的放大直徑就是14 戴起來真的是很自然 就比起你自然的眼珠再更有神 更放大漂亮的一點點 可是不會覺得你的眼睛假假的 好另外一款我淡妝也會戴的呢 就是我非常常介紹的 就是金碩的日拋煙花粥 它是雙彩的 就是有兩種顏色 可是我覺得它戴起來也是非常自然 它放大直徑是14.2 它戴起來呢 就是有一種自然深邃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給淡妝的話呢 可以去配戴就是放大直徑在14.2以內的 像這一款呢 GEO的四彩隱形眼鏡也是我最近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是放射的一個四彩 所以還是蠻自然的 然後顏色很繽紛 會讓你的眼睛好像變得更繽紛更可愛 還蠻推薦的 它的放大直徑呢 是14.5 所以戴起來呢 會稍微有一點點比較大 看起來會更迷蒙更無辜 還蠻好看的 如果喜歡花俏的隱形眼鏡的話呢 你也可以參考HELLO KITTY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 一整個三粒O系列的 所以呢它不只有HELLO KITTY 也有美樂D跟雙子星 它的放大直徑是14.2 所以戴起來還算是自然 就是你近看的時候才會發現 咦 你的隱形眼鏡裡面有KITTY還有蝴蝶結 我剛剛有說嘛 就是一般自然的妝容的話呢 我可能會選擇放大直徑在14.2以內的 然後比較特殊有妝感的話呢 可能就會是放大直徑14.2左右 或者是更大於14.2 但是呢也是有例外的情況 因為呢畢竟有一些 彩色隱形眼鏡它的放大直徑沒有這麼大 但是戴起來的感覺還是會覺得 咦 蠻突兀的 它可能也不適合這麼自然的妝感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是 太有顏色的彩色隱形眼鏡了 像這一款 它放大直徑只有13.8 像這一款是金碩跟券穿石化合作的 它的包裝都非常的漂亮 然後可是呢 它的隱形眼鏡的顏色都太淡了一點點 所以戴起來很迷蒙 然後放大直徑雖然有14.2 可是我覺得它也是偏向自然的妝感 就是它雖然是彩色隱形眼鏡 可是還是很自然 因為它太淡了一點點 所以自然妝也可以參考 如果你很喜歡那種看起來很繽紛碎碎的 有混血兒感覺的眼妝的隱形眼鏡的話呢 我推薦可以選擇這一款 就是海昌的星眸系列 它的包裝長這樣 然後呢 它戴起來的感覺放大效果還不錯 它是有14.2的放大直徑 然後另外還有這一款 Kira Kira的 然後呢